他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他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他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Cruze 安省政府及多伦多市政府 将共同施施124亿家园 兴建全长20公里的公共交通电路 夏伯今天表态支持纽军兰省重建撥款 业必亭施持学前教育发展 日本福岛核电站 福射洩漏运机继续恶化 机组附近海水 点含乱烧标比昨天严重 欢迎收看星期四的晚间新闻 外游家印新闻的详细内容 与省政府与多伦多市府达成共识 还会共同施支124亿家园 完成本市两条重要交通线 但是计划就引来不少批评的声音 其中82亿由省府出资 远Edgleton Avenue 建全长20公里的地铁 西起Black Creek 东至Kennedy地铁站 再与地上的市家堡轻铁相连 工程将会于今年动工 到2020年完成 另外42亿就由多市解决资金来源 分别向东和向西延长Sharpard地铁线 工程预计在2019年完成 但是这个计划就引来不少市议员的批评 有市议员指出 市家堡居民一直未得到快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现今计划终于落成 但是市长就要居民再等10年 也有声音表示 数十亿原计的基建计划 事前未有公开咨询 也未有在市议会讨论和表决 绝对不能接受 华TV赵永恒报道 负责公布安省高年新公务员的 新一期阳光明单出路 在2010年 本国公务员年收入超过100万的 只有两位 其中一位就是总督约翰斯顿 而另一位就是安省电力局 行政总裁Tom Mitchell 阳光明单的最低年薪定为10万家元 这个底线定立于1995年 至今都没有上帐 在今年的名单上 本国总督约翰斯顿 作为滑铁路大学副校长的年薪 超过105万家元 排在名单的第二位 第一名是安省电力局的行政总裁Tom Mitchell 年薪为133万5千家元 亦都是其第二年 蝉乱阳光明单第一名 另外还有超过7万1千名公职人员 榜上有名 其中11%的人是连续两年上榜 值得一提的就是 就职于能源机构的公职人员 一直都是阳光明单的主力军 拥有12,500名员工的安省电力局 其中7,786名员工登上了阳光明单 目前安省总共有120万公职人员 从事警察、护士以及教师等的职业 华TV赵永恒报导 接着是有关竞选方面的消息 保守党的竞选拉票活动 今天是一向支持自由党的大西洋省份展开 领袖夏柏在演讲中强调 会支持纽芬兰省洪灾后的重建计划 在之前 纽芬兰省联同斯高沙省 一直向联邦政府 请求基础设施建设部款 哈柏今天在哈利法斯发表演讲 表示支持对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 62亿加元的灾后重建部款 但是强调一些细节还需要商榷 另外哈柏还承诺 尽快和欧盟以及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保守党是各竞选党派当中 第一个到达大西洋省份并展开拉票活动的政党 WOW TV 赵永恒报道 接着转看自由党方面 自由党党夫叶礼庭今天 在缅省的温尼泊提出一项 价值过益家园的资助计划 只在为本国儿童提供更好的学前教育服务 叶礼庭说 目前本国高质素的学前教育机构资源有限 如何将小朋友送入好的幼儿园 这个问题令到家长十分之头痛 一旦自由党当选将会每年撥款五亿家园 用于发展学前教育服务 雇佣更多教职员工 自由党众计划将这笔资金 逐渐加码到十亿家园 自由党众承诺在上任之后 尽快实施这项计划 令到本国家庭可以最快受益 但叶礼庭就没有详细说明该计划会 如何展开 只是表示要视乎各省 如何运用联邦政府的撥款 WOW TV 赵永恒报道 而新民主党今天就将竞选重点 放在环保方面 党会林顿在灰省表示 该党希望削减政府 每年对本国游沙场的 20亿家园撥款 并将这笔款项用于投资 环保能源的发展 保守党当政的时候 每年花费纳税人的钱 对游沙场撥款达到20亿家园 这项撥款遭到联邦财政部部份官员 各经济发展组织 以及20国峰会与会者的反对 根据环境组织的评估 哈柏政府对游沙场的撥款 令到游沙场的废气排放量 增加了12% 林顿表示 保守党政府一意沽行 自由党对此自主不利 因此新民主党需要灰省民众的支持 不单止要削减保守党在国会的势力 更加要努力将保守党 由执政党的位置上拉下来 WOW TV 赵永恒报道 根据今早早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保守党的支持率依然是遥遥领先 而很多新民主党的支持者 就倒过向自由党 根据民意调查公司 Nanos Research的数据 保守党的支持率 为39.1% 上升了0.5% 新民主党的支持率 即是图上的橙色线 比先前的19.9% 大幅下跌至15.9% 而自由党的支持率 图上的红色线就大幅攀升 由26.7%升至32.7% 另外 富人政团的支持率 是8.7% 绿党的支持率 是3.7% 民意调查公司分析 新数据可能暗示 第一轮的民意意向有转变 但就还未清楚数据的变动 是否只是暂时性 国际方面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核辐射支流危机继续恶化 核电站对出海域的海水辐射量 升至核事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冬电公司表示 会废弃核电站1至4号机组 但手上监职人秀指 连5号和6号机组都要报废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辐射污染海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新一轮抽烟中 1至4号机组的排水口附近海水 典含量超标4385倍 比昨天的3千多倍更加严重 海水的典含量 年日来不断上升 当局表示很可能是因为辐射密 持续流入大海所致 当局正设法清理机组内高辐射的积水 为了防止1号机组管道坑的积水 溢出地面流入大海 冬电在早上开始就将积水 引流到4号机组旁边的柱水缸 降低积水的水位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 令人担忧核电站的安全性 日本原本计划在30年之前 新建起码14座核电站 但手上监职人表示 有关计划要重新审议 而福岛第一核电站的1号至6号机组 亦都不得不废弃 目前日本政府已经要求核电厂 周围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疏散 但国际原子能机构 检验核电厂西北面 40公里范馆村的泥土 发现每立方米的泥土 含有200万倍克的放射性物质 含量给国际原子能机构 定下需要居民撤离的标准多一倍 另外法国核电厂的行政总裁 及一批专家已经抵达日本 为东电提供协助 而法国总统萨尔科齐 结束访华行程之后 已经转抵日本访问 在日本大地震之后 首位访日的外国元首 萨尔科齐和日本首相 监职人会面 举行联合记者会 萨尔科齐对灾文表达慰问 并表示会尽量提供协助 WOW TV 赵永恒报道 利比亚进入拉脚局势 反政府武装分子 在联军大量轰炸之后 面临进一部逼近首都的泥玻璃 反而被政府军反击 反政府武装分子 在政府军攻击下截截败退 虽然有联军的空中掩护 破坏政府军的装备 但是因为本身装备不足 人员也没有良好的训练 面对政府军强大火力 只好不断向东撤退 他们希望暂时退到艾桂达比亚 建立起防御阵地 等待联军援助 以及加强对政府军的空袭力度 沿岸多角城镇 包括石油重镇拉斯·拉努夫 附近的本昭雅德和北雷加 目前已经再被政府军控制 继美国和法国之后 英国都表示 不排除向利比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 美国在地中海部署的军舰 开始大规模的補级工作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至今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已经耗资5亿5千万美元 目前战场的指挥权 已经全面而加被北约 但美军依然会参与作战任务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今天表示 美国将会克制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不会派避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 而早前保守党领袖克帕也表示 不会参与利比亚的地面行动 WOW TV 赵永恒报道 利比亚外长木杀·富杀 今天突然抵达英国 英国外交部表示 富杀表明自己不想继续在国际舞台上 代表卡达菲政权 所以决定离开 并且辞去利比亚外长一职 事件令卡达菲政权在外交上严重受挫 富杀在利比亚展开内战以来 搜名离职的卡达菲政府高级官员 他今次辞职 将会助多国部队一臂之力 而多国部队亦正商讨 对付利比亚的各种战略 上月被人民力量成功推翻的 前总统穆巴拉克政权的埃及 被暂时接管权力的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宣布 还会在年底举行总统选举 根据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发表的 宪法声明 埃及将会在9月分3个阶段 举行国会选举 选举之前并会先撤销 现时实施的紧急状态令 而在完成国会选举之后的 1至2个月内 就会举行总统大选 宪法声明并规定选出总统之后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需要立即将权力转交给总统 而总统任期为4年 只可以连任一次 总统在就职60日内 必须要任命副总统 宪法声明一共包含了63项条款 其中4条取自原来的宪法 规定埃及是民主制度国家 伊斯兰教为埃及国教 伊斯兰法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 以及政党不准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等 埃及在本月19日 就宪法修正案举行全民公决 有1800万人参与公投 其中1400万人赞成修宪 WOW TV 赵永恒报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在稍后中港台环节将会报道 香港规管发水楼的措施 明天起生效 根据新规定 楼宇发水不可以多过一成 港府建议发牌规管网巴 16岁以下的青少年 不可以在网巴通宵过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